上任後二訪金門的總統賴清德 特別到金門醫院視察 縣長陳福海全場陪同 而衛福部長邱太元也來了 賴清德當面承諾要鼎力相助 離島醫療資源 大家教會健保肺都一樣 不要因為在偏鄉在離島 因為醫療資源不足 影響到他的健康權 這樣就不好 所以剛剛陳福海縣長的要求 再請部長署長能夠予以鼎力的支持 賴清德展現照顧離島決心 贊同金門醫院把舊大樓改成長照大樓 不忘再宣傳政府的長照政策 馬英九前總統的時候長照的預算 他一年大概是50億左右 現在蔡總統今年的預算 已經800多億 我們現在做3.0 所以我們明年的預算 相較於今年我們還是有增加 927億 我們這都做4.0 你知道嗎 不是雙計算就算 賴總統實現選舉承諾 但國民黨立委陳昱正發文喊話 要賴清德呼籲黨內立委 不要再阻擋攸關 離島建設發展的法律案 中央一定會鼎勵支持我們金門醫院 讓金門的相信不因為他是離島 要感到被忽略了 要讓他們覺得說 哇這個政府實在不容易 竟然可以受到 跟這個台灣本島同樣的醫療服務 真是不簡單 透過親自走訪 賴清德要證明照顧離島 絕非紙上談兵 沒有大小眼 明日宣傳人楊波爵金門報道 謝謝 謝謝